哈喽大家好,我是全哨 这里是大理 大理的一个半山的露营地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往下看到苍山而海 整个景色还是蛮好的 这个时间呢,来到大理旅行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我们同样是来试测的 是我身旁这台1Pi008 可能屏幕前的各位就会问了 1Pi008之前不是试过了吗 为什么还来试呢 是因为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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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外就是从底盘上面的一个感觉 我认为一派008还是跟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家用车调性是不太一样的 它整体来说调的是偏中性一点点的 就是它有一定的舒适性能 它在绿过一些比较小的震动啊 过一些小的颠簸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整体的舒适度还是相当OK的 特别是在过弯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整个侧倾也是蛮大的 足以证明它整个调性还是偏向于舒适的 但是在过一些大的桥头跳 大的颠簸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整个悬挂又能呈现出一种比较硬朗的感觉 比较干脆的感觉 就是不会有理想的车型 那样子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 这台车是完全没有的 总体来说对于驾驶者来说 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 算是取得了一个偏向于中性的一个感觉 就是驾驶者带起来爽 然后乘客坐起来 相对来说也是偏舒服的一个状态 所以整个调性我还是蛮喜欢的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 这台车NVH水平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包括它的前风挡玻璃啊 四门车窗啊 都是用上双层隔音降噪的一个玻璃 另外可以发现它这个21寸的轮胎 整个胎罩真的是非常小 今天我开下来 基本上是听不到什么胎罩的 我认为整体的一个NVH水平 真的是很符合这台车一个 还呢 我认为整个电子 是种用上双层链的一种 嗯 终于是怎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